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瑞典流行音乐传奇阿巴合唱团 ABA对于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他们音乐的强烈不满 最近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的集会上播放了他们的经典曲目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Money Money Money和Dancing Queen甚至还展示了乐队的影像 这让阿巴合唱团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立刻出面要求停止 并撤下这些未经授权的使用 不仅如此 阿巴合唱团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特朗普表示不满的音乐人 席林迪翁 碧阳斯 辛尼德 奥康纳等多位知名艺术家 也曾因为特朗普的行为而出面抗议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音乐版权使用的广泛讨论 尤其是政治活动中对音乐的使用是否应经过艺术家的同意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看看音乐家如何应对他们的作品 被用于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场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瑞典传奇乐队阿巴的旋律响彻明尼苏达州的竞选集会 一场原本应是政治秀的活动 却因音乐版权问题掀起波澜 阿巴的经典作品如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Money, Money, Money 和Dancing Queen被用于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 引发了乐队和全球歌迷的不满 据Svenska Dagbladet报道 这些歌曲和视频被投影到大屏幕上 展示ABBA鼎盛时期的表演片段 然而 这些画面却令阿巴感到被冒犯 因为他们未曾授权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使用这些作品 环球音乐 Universal Music 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了这种为授权使用 并要求立即停止播放这些歌曲 唱片公司表示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许可 这种行为违反了版权法 ABBA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特朗普使用其音乐表示不满的艺术家 习林迪翁的团队上个月也谴责了未经授权使用他的经典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的行为 并要求立即停止 艾萨克海耶斯的家人 更是要求支付高达300万美元的授权费 南华早报指出 这并非孤立事件 ABBA在明尼苏达州的集会上 遭遇了未经授权使用的情况 这个州以其庞大的瑞典异社区而闻名 ABBA的音乐显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然而这种情感共鸣却被政治活动所利用 让ABBA感到不满 记者报道说 在集会上播放了 The Winner Takes It All之后 还出现了一段长达10分钟的视频剪辑 展示了ABBA演唱 Money Money Money和Dancing Queen的经典画面 这让人不经思考 音乐不应该被用来炒作政治议题 特别是在没有得到艺术家同意的情况下 卫报进一步报道了这一事件 强调了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集会上 特朗普竞选团队如何肆无忌惮地使用ABBA的音乐和影像 并在冰球场的大屏幕上播放这些内容 这不仅仅是一次未经授权的使用 更像是一种对艺术家的不尊重 环球音乐的发言人表示 他们已经与ABBA成员一起发现这些视频的存在 并要求立即撤下和移除这些内容 ABBA的成员之一比约恩·奥瓦尔斯也强调 环球音乐会确保这些内容被撤下 这一连串的事件凸显了音乐版权在政治活动中的敏感性 此前 阿代尔 RAM和滚石乐队等音乐界大牌也曾要求特朗普不要使用他们的歌曲 然而 音乐家们在阻止政治家使用他们的音乐方面 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在美国 竞选活动需要从音乐权力机构BMI获得政治实体许可证 这使他们可以在集会中使用超过2000万首歌曲 艺术家和出版商可以要求将他们的音乐从列表中撤下 但组织者似乎很少检查数据库以确保他们已获得授权 这样的情况让人不禁思考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ABBA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 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和记忆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这种做法 无疑是在利用这些音乐来达到政治目的 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艺术家的权利 也对音乐本身造成了损害 回顾这一事件 ABBA的强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的音乐曾经为无数人带来欢乐和回忆 如今却被用于政治宣传 这让乐队成员感到不悦 班尼 安德森 阿格尼莎 费尔茨科格 安尼 弗里德 林斯塔德和比约恩 奥瓦尔斯是全球音乐界的瑰宝 他们的创作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无论是对于ABBA还是其他音乐家 这一事件都敲响了警钟 音乐版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应该更加谨慎和负责 对于特朗普竞选团队来说 他们应该意识到音乐不是一种随便可以利用的工具 而是一种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的艺术形式 总之 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 音乐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应该更加明确 音乐不应该被用来炒作政治议题 特别是在没有得到艺术家同意的情况下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法律和规范来保护音乐家的权利 让他们的创作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 ABB的音乐是他们的艺术创作 是他们的心血结晶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使用这些音乐 却未经过许可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园 别人却直接过来摘果子 还不告诉你一声 这种行为难道不令人愤慨吗 再说 ABB的音乐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意图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使用这些音乐 无疑是在错误地与尽忠传播这些歌曲 这种行为不仅侵权 还显得极其不尊重艺术家的意图 哈哈 楚天书 你的道理听起来很合理 但我们的清楚一点 这不是第一次有政治家使用音乐家的作品 从来都是这样 你说的好像特朗普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 要我说 ABB的歌曲在特朗普的集会上播放 这可是免费的宣传 这种曝光度 对于一个早已不活跃的乐队来说 难道不是好事吗 再说 音乐是通用语言 为什么要限制它的使用呢 奇奇啊 你这话听着就像是说 被偷钱还得感谢小偷帮你减轻了财务负担 事实上 音乐的版权法是非常明确的 艺术家的作品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美国的版权法 使用他人的音乐需要获得授权 否则就是侵权行为 ABB的音乐版权在环球音乐手中 特朗普的团队未经授权使用 这就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而且特朗普的政治立场 和ABB的音乐风格和立场极不相符 这种搭配简直就是强烈的违和感 音乐是艺术家的心血 应该得到尊重 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拿来用的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你说的版权法确实存在 但别忘了 美国的竞选活动 是有音乐使用的特别许可证的 像BMI和ASCAP这些音乐权力机构 他们提供的许可证 允许政治活动使用大量的音乐 这次事件 其实是ABB自己提出的 他们可以选择不在这些许可证的范围内 但不是每次都能完全避免的 说到违和感 我倒觉得ABB的音乐轻松愉快 正好可以缓解竞选活动中的紧张气氛 让支持者们更加放松 这可是双赢的局面呢 奇奇 你的辩解听起来就像是在说 反正法律规定严格 但只要不被扎到就没事 事实上 ABB已经明确表示反对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音乐不应该被使用 根据音乐权力机构的规定 艺术家有权要求将他们的作品 从许可列表中移除 这就好比你订了一份套餐 但发现里面的某道菜你不吃 你有权要求换掉 而且 音乐的使用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更是尊重问题 特朗普的团队应该尊重ABB的意愿 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说法听起来像是在说 一个餐厅的菜单上要每个顾客都满意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竞选活动需要音乐来营造气氛 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 ABB的音乐本质上是工人享受的 他们的歌曲被广泛使用 正是体现了其受欢迎程度 你说的尊重问题 我不否认 但在这种公共活动中 音乐的功能就是为了服务于大众 ABB的反对 更多的是一种姿态 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总之 这件事没必要上纲上线 音乐就是要被分享 被大众所喜爱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